各位正在收看01直播的同學大家好 小編現在的位置是在 Sony Espera SD Premium的上市記者會現場 那記者會剛剛才結束 我們就趕快把兩位工作人員拉過來 參加我們今天的直播 好 歡迎Lily跟Jerry Hello 大家01線上在收看直播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Lily 大家好 我是Jerry 這兩位就是你們平常有什麼問題問我的話 我就會丟回去給他們兩位的重要工作人員 那待會我們會請Lily跟Jerry來幫我們回答一些 之前網友曾經提出的關於這支手機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還蠻關心這支手機的動態 或者是你有朋友是鎖粉的 現在趕快把他們叫進來來參加這一段直播 好 我們留一點時間等你叫人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簡單的整理一下剛剛發布的一些關於SZ Premium的上市資訊 那這部分我們就交給口條非常靈活的Lily 感謝 感謝小編 那我們Xperia XZ Premium相信大家看到這個規格 或者是看到小編的介紹以後已經就是月月意識很想要很快拿到這個手機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宣布在本週五五月十九號的中午十二點在Sony Mobile的這個官方的預購網頁呢就會開始開放預購了 所以呢就是想要搶先擁有的大家不要錯過這一次的這個預購活動哦 那麼呢大家也一定很關心預購的手機究竟是什麼時候可以拿到台灣消費者非常有福 下個禮拜呢Xperia XZ Premium呢就會正式到貨 不過呢就是到貨的部分呢只有淨黑跟淨銀的部分 因為呢這個淨黑跟淨銀他們預計上市的日期就是下週 而且呢就是非常快非常幸運的呢 台灣是全球第一個發售的國家 所以想要搶在全球之先 你一定要記得參加Xperia XZ Premium的預購 下週你就可以當全球的這個領導人 就開始呢就是先開箱搶先嘗試一下這個XZ Premium的手機 因為狗狗好像也想要預購 是不是要建議售價 我們這一次的參考建議售價是24,900 那我們這一次呢上市的顏色是淨黑跟淨銀 那我們在預購的部分呢是沒有選色的 因為它是預購一個資格然後不用特別選色 那麼你們可以事後呢去買了手機以後再回到預購官網上面 拿到這個預購的好禮的部分 那所以呢其實先上市的顏色是淨黑和淨銀 台灣上市的是雙卡版本內建64G的雙卡版本 其實是4G加3G的雙卡雙待 那我們提到預購領 這次的預購領很特別喔 就是其實是一個價值超過5000塊的預購領 包含了第一個是USB3.1的這個傳輸線 因為呢這一次這個S835的這個處理器有支援到USB3.1 那我們其實標準盒裝裡面已經有一個充電器跟傳輸線 但是呢這個USB3.1的這個傳輸線的部分是要另外選購的商品 但不過我們這一次在預購的這個package裡面呢 就有送出這條USB3.1的傳輸線 第二個呢是我們追加了一個做送送給這個預購的所有的朋友們 第三個呢其實呢是這個NC750的這個耳機 這個耳機有支援Hi-Res就是高解析音樂 以及Digital Noise Cancelling就是數位降噪的部分 所以是一款非常高階的一個耳機的部分 這三個產品的價值呢就已經超過5000塊 那如果呢是到SONY MOBA行動通訊專賣店去購買的話 那還會再加贈一個透明的手機殼以及呢一個背包 所以呢這一次呢這個預購裡的部分呢是滿滿的好禮要給大家 而且還不含那個殼還不含那個包包就已經5000多 就光這三個選項的部分 那我也附帶一提就是有些人可能會關心這一定要買單機嗎 其實這個部分呢就是不論你在哪裡選購 就是不論你是進到專賣店裡面去購買單機 還是呢等候就是中華遠傳台歌大 然後亞太跟台灣之星選購就是搭配門號的部分 都可以購買到手機以後事後來跟我們就是線上就是登錄 申請這個預購好禮的部分 所以不論是買單機還是配門號都有可以都可以參加這個預購喔 那如果剛剛大家覺得那些資訊啊就是聽完 覺得記不起來的話其實沒關係 就是剛剛的採訪報導裡面 我們也會就是有文字把它記錄下來 那如果你記不住的話就回頭去爬一下那個文章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正式進入那個問答的時間了 其實在之前啊在幾個就是這幾個月之前 其實我們有寫過還蠻多就是SEG Premium的介紹跟報導 那其實每一篇文章後面啊都會很都會有很多網友列出問題 那有些問題我可以回答那有些我不知道 對那不知道的這些部分就變成今天就是請兩位來幫我們 幫我們現場做回答 所以準備好了嗎 OK 不過我們家網友人都很好 應該不會提出什麼 太複雜的問題嗎 其實呢我們其實也有一直在看就是小編一直以來就是寫出來的文章 還有就是網友們的留言其實我們都有關心 所以呢這一次呢就是小編特別之前準備了這些問題我們也很期待 所以第一個啊就是SEG Premium是4K的4K HDR的螢幕嘛 但是它是全時顯示4K嗎 這一題呢比較特別我們請PM Jerry來為我們解答 XZ Premium它本身這次它的螢幕就像大家知道它是4K HDR的螢幕 那在這個部分呢因為有了畫質提升技術 所以所有的APP或者是不管你在看影片看照片看Facebook看Instagram 它都以4K的方式做呈現 那如果有興趣的網友當你買了這支手機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去看任何一張非4K的內容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做螢幕截圖 然後去透過電腦去看它的解析度 那它一定是3840乘上2160這樣子一個解析度 好 其實不管是照片影片或是其他內容 其實都可以4K呈現 好 再來那SEG Premium它有強調可以播放HDR的影片 那是因為它的螢幕上做了什麼升級 以至於它可以播放這樣的格式的影片 我想4K HDR 其實老實說這題其實有點深度 而且這題目還不錯 那我想要說的是 這支手機4K HDR 它可以播的4K HDR的內容的檔案格式有兩個 一個是HDR10 一個是HLG 那這樣子一個檔案格式呢 其實都是透過10bit的方式去做錄製的 那所以呢 當你在看有HDR跟沒有HDR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HDR內容的 有這樣子content的東西 它可以看到更多的對比更多的顏色 我想這是HDR透過HDR帶給使用者 在螢幕上觀賞上一個很大很棒的一個優勢 那剛剛回答裡面其實有一些技術名詞 那如果大家就是不太能理解 或是聽不太清楚的話 我會在事後的就是SD Premium的測報裡面 就把表格跟HDR是什麼 以及就是一些螢幕在哪些 哪些東西上面做的升級 其實把它文字化 那其實有表格之後 這個規格方面大家應該會比較清楚 好 今天就先暫且放你一碼 好 感謝小編 好的 接下來 那我們可以在哪裡看到HDR的內容 這問題也不錯 就是目前HDR content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少 但在未來其實Sony Mobile或者是 其實在網路上包括像是Netflix 或者是像Amazon Prime Video這個部分 他們陸陸續會把一些4K HDR的內容 放到他們的網頁裡面去 所以你透過點選的部分 就可以去觀賞4K HDR的內容 那YouTube是可以看4K的 YouTube在台灣已經開放 可以看4K這樣子的一個內容的部分 所以之後就是在SD Premium上面 你點開YouTube的APP 你就可以選擇看到4K的解析度 這我之前有測試過 接下來是SD Premium是4K的螢幕 那它的電池是3230毫安培 那大家就會 就是第一時間就會有一個疑問說 會不會很好點這樣 其實這個部分大家倒是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呢 Sony Mobile的Xperia手機 目前續航力的部分 其實都有做了很多的規劃 那包含了就是說Stamina的省電模式 這個部分其實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 那針對這一次4K HDR的螢幕的部分 我想我們也針對這個部分特別做一個說明 因為就是主要是在螢幕呈現的部分 大家很關心 那好 首先呢這個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這個螢幕上面 其實我們想要呈現的呢 就是螢幕的解析度跟電池續航力的一個狀況的一個比較的交叉表 那首先呢這邊有四個狀態 不同的狀態呢它其實就是4K還是非4K的素材 最後是要怎麼樣呈現成這個4K的影像 那麼呢如果是第一個它就是4K的content進來 那麼4K的處理器來處理 那麼最後也是4K影像呈現的部分 在手機上面其實一直以來就是一個比較相對耗電的一個狀態 但是因為為了呈現最好的這個4K的影像的部分 那麼這個是唯一的一個解答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是關於就是如果它是一個非4K的一個素材 那可是呢要提升到4K的這個畫質的部分的話 那如果它是用doubler就是畫素倍增的方式 那麼它其實有兩種方式可以執行 一個呢是透過就是CPU的處理 另外一個呢是由螢幕直接做畫素倍增的這個部分 那麼呢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到第二個跟第四個 在Sony Mobile的部分是選擇紅框裡面就是第四個的方式 就是我們是透過螢幕來做畫素倍增的 但是如果呢我們的這個就是upscaling 就是畫質提升技術是要做智慧補差點的部分 那麼非4K的這個content用智慧補差點 我們是用處理器就是CPU的處理器來處理這個演算的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Sony Mobile的Xperia XC Premium 主要是用第三個跟第四個方式來處理這些影像的畫質 所以在doubler畫素倍增的部分直接透過螢幕 就不經過處理器的方式直接去做倍增 當然可以節省掉更多的能源的效能上面的消耗 所以呢就是能夠做到螢幕顯示很漂亮 同時呢也兼顧這個續航力的部分 嗯就是剛剛有提到它是全14K顯示嘛 但是它就是有一些內容是用CPU來做畫質提升 那有的是用面板那就是用面板的部分就會比較省電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4K螢幕好像很好電 但其實他們是有採用就是不同的處理方法來節省耗電量 然後就是根據不同內容用不同處理方法來節省耗電 這樣對嗎? 是的 好 然後再來呢XG Premium它的相機 這是用了新的相機模組 那可以拍960fps的慢動作跟自動預拍嘛 那之前其實就有很多網友一開始就在問說 那這個相機模組是不是IMS400 好 其實Sony Mobile這一次呢不論是針對Xperia XZS還是XZ Premium 其實都沒有公告這個感光元件這個相機模組 它的這個型號的部分 但其實這不是第一次 其實我們從Xperia Z5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公告過了 那其實我們唯一有公告的就是說 這顆感光元件這個相機模組的部分 是Sony Mobile獨家 就是Sony開發給Sony Mobile獨家的 所以其實不論我們公布公布這個就是型號 其實它沒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其實其他人都不會用 所以呢 無論如何 它就是只有Sony Mobile手機上面才會使用 那我想大家想要知道這個型號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想說其他手機是不是有用上 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這一次Xperia XZS跟XZ Premium 它其實呢 這個這次MotionEye的這個相機模組裡面 其實是有內建記憶體的感光元件 可是大家會發現其實目前為止 其實沒有任何一款照相手機 它的感光元件有內建記憶體 所以呢 截至目前為止它真的就是獨家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問型號 因為就真的沒有其他的人用上 所以就是也沒有可以去相對應做比較 大家就是只要看著Sony Mobile的手機 就是它就是單獨唯一的一個狀況 聽起來就是目前Sony Premium的相機模組就是 就是獨家使用 對 好 那這一次Sony Premium的RAM變成4GB嘛 那ROM內存是64GB 那就是它的規格也有更新 現在大家會比較關心那個內存的規格 所以它的Sony Premium的內存規格是 這一次Sony Mobile在設計Xperia XZ Premium的時候 有特別發現這件事情 消費者越來越在意內存規格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次上 在這次手機上面 它除了它的4G的部分 4G、64G的部分 就是採用了UFS 2.1這樣子的規格 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一個規格 讓使用者在 不管是在檔案傳輸 或是拍完照存檔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很快速的處理速度 讓他們覺得 這些手機也用起來是順暢的 這個問題其實在文章的 就是後面網友回覆裡面 好像有人曾經提過說 有一些媒體測試出來是UFS 2.0 那這邊就特地 這邊就是 就是 講清楚一點 是UFS 2.1 沒有錯 對 然後可是大家可能 就是網友也很多問到說 記憶卡 讀卡機的問題 那因為讀卡機的問題 會牽扯到你那個 記憶卡的規格 它的速度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 就是我拿到測試機之後 我會來做測試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我已經去買了一張 規格比較好的記憶卡 就是等著要來測試這個東西的 好 所以請 請就密切關注我們的測試文 好 那麼SV Premium的US Type-C 這一次規格跟傳輸速度又怎麼樣 好 XV Premium它採用的是 大家想看到的USB Type-C 而且一開始其實 莉莉還有娜娜口 其實都有幫我們介紹到 我們這次採用的是USB 3.1 那USB 3.1的傳輸速度是5G 那它跟之前USB 2.0B起來 大概是以前是480Mb 現在是5G 所以它速度有快速到10倍以上 但我要先強調一點 因為其實有些電腦它的USB 目前還沒有升級到3.1 或者有些加上電腦 就是還沒有升級到3.1 所以它可能是2.0的 那我要說是這邊是3.1 那你的線也是3.1 但是你接受的部分 或傳輸來的部分 它可能還是2.0的時候 它其實速度不會到5G這麼快 所以大家到時候如果在使用上 有這方面的疑慮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確認一下這個部分 這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 XZ Premium它也支援快充 那它的快充格式是 那是什麼 那這次XZ Premium它時候採用的 也是擴抗的一個標準 就是QC 3.0 其實Sony Mobile從去年開始 它只要是採用擴抗的部分 就支援到QC 3.0 那目前像是X Performance XZ XZS跟XZ Premium 其實都有QC 3.0 這樣子一個快速充電的能力 那盒裝的部分 在盒裝的部分 我們採用的是UCH 12 以及它那條專屬的線 所以它也是有QC 3.0的能力這樣子 對 內部的充電器就已經是支援 QC 3.0快充的速度了 好 那不好意思喔 台灣推出的XZ Premium是 它就規格上是支援4CA 但是台灣的環境應該是 就是支援到3CA 那你會記得是哪些頻段 加哪些頻段嗎 我記得才有貴 因為其實在台灣 其實它的組合已經越來越多 也不是組合越來越多 所以在台灣其實光4G的頻段就有4個 大家熟悉的9000 900 1800 2600跟700 這4個 然後其實每一個頻段 又被切成了1234不同 那所以這加起來其實有非常多的組合 那有的 有的行動業者 它是標到兩個相同一個不同的 那透過這兩個 這些組合其實它有非常多 那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會整理一個這樣的表格 我想對於網友 我覺得簡單來說 我到時候在今天記者會結束之後 我可以提供給Nanaco一個 一個這個簡單的一個表格 我想透過這樣子一個表格以後 大家知道說 我們XZ Premium它可以支援哪些組合 最重要的一句話 XZ Premium的3CA 可以完整符合Sony 可以完整符合台灣所有行動業者 他們3CA的需求 這樣子 所以呢其實Jerry有說的很清楚 就是其實我們是支援台灣的全頻段 所以台灣消費者購買了台灣的Xperia XZ Premium 就不用擔心這個部分 那所謂的就是支援3CA的部分 就是說 兩兩一組 或者是四選三的任何三個 就是有支援 那其實呢大家擔心的是說 3CA其實有一些頻段比較特殊 可能有一些手機沒有支援 但是這一次Xperia XZ Premium 在針對台灣的這個部分 就是頻段都支援之外 所有的3CA的部分 特殊的一些狀況也全部都支援 所以我想要告訴01的同學們 就是大家不用再擔這個心 就是選Xperia XZ Premium 然後不論你是集CA的這個狀態 其實我們都有支援到 電信業者應該蠻開心的 有一支全支援 好 接下來一個是一個未來產品的計畫 請問今年會有SD Compact嗎 就是之前發表會後 其實大家再問有沒有再小尺寸一點的 好 針對就是未來新品的發布呢 當然讓我們賣個關子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先做這個說明喔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的上一款 Compact 是X Compact的這個產品 那麼近期我們家推出的這個旗艦系列的部分 也包含了5.2吋的Xperia XZs 還有就是今天推出最新的是5.5吋的這個XZ Premium 那相信在螢幕的尺寸上也有不同的選擇 希望也可以滿足就是不同的人 對於就是尺寸 螢幕尺寸上有不同需求的人 那大家可以參考看 因為呢現在這個手機的尺寸也是更加的合手 所以呢其實大家要的旗艦機 不同的螢幕尺寸規格 其實Sony MOBA還是有規劃進去的 但應該還是有人有口袋機的需求啦 對所以可以反應回去之類 好接下來也是一個關於未來的題目 有人在問說還會有紫色的Xperia手機嗎 好其實呢近幾年就是這一年多來 大家可能看到我們家的手機 有非常多藍色的這個手機 那其實也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現在Sony MOBA就是在Xperia這產品線上的側綠顏色呢 其實是藍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見水藍啊冰河藍啊 甚至是我們這次的XZ Premium 它的黑色上面都會有一些些藍色的調 就是深海藍的這個藍色調 所以呢我們的側綠顏色其實是藍色的部分 暫時呢就是沒有就是紫色的商品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就是請期待就是我們家 它Sony Mobile的這個設計師的部分呢 他們其實針對靈感來自於大自然的這個顏色上面的一個創作 但目前呢就是策略上的顏色是藍色的部分 嗯 可是我想會有這個問題代表紫色多麼令人難忘 對啊 好 那今天的準備問題就到這邊 那其實我們現場的導播也有Q了 我們一些就是網友的問題 不過因為真的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就是兩位之後晚上還有活動 那他們就從早上可以嗎 會有6G跟128G 現在有網友問到有6G跟128G嗎 目前我們台灣目前沒有看到這樣子的版本 全球也沒有看過這樣子的版本 所以我想應該會是以4G、64G為主 那如果未來有的話 我們一定會讓聯誼的網友先知道 那有雙級喚醒這個功能 之前有但是好像升級到7.0之後有拿掉 那這個部分我會在 我們其實已經有在跟國外反應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有些人覺得它是方便的 那至於有什麼支付方式 我想支付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請莉莉解釋 因為它是我們Sony Mobile這個 從我們去年12月 我跟莉莉推行行動支付以來 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那至於電池這件事情啊 我想從去年 去年電池這件事情其實就被收到大 那其實Sony Mobile一直在電池上 都做得比較保守一點 而且我們還導入像是Kenovo這樣的技術 就是希望說我們在充電的時候 它可以控制它的充電電流 讓電池衰減的不要那麼快 那同時也因為控制了電池的充電電流 其實它可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它不會讓它過熱或等等的這些問題在 那至於防暴機制我就不敢說 但是至少Sony Mobile在去年我們發表X Performance 其實就介紹過我們有個Kenovo這樣一個技術 所以我覺得那其實在晚上 其實如果有用我們家手機的人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Battery的夜間模式 那它就是在你睡覺的時候你開始充電 它充到一段時間已經90%之後它會自己停 然後在你睡覺前起床一個小時之後 它才會開始把它充飽 那其實這個模式其實現在也進化到 可以跟你的鬧鐘做整合 其實Sony手機在這裡面其實它做了很多一些調整 那都是希望說在電池安全這件事情 可以做得更更完整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支付這件事情 我讓Lily幫我們做一個完整的回答 好 謝謝大家就是特別關心這個行動支付的部分 其實Sony Mobile在這個行動支付的這個領域 其實投入的很早 那很多人都問說為什麼會沒有Sony Pay 就是因為我們投入的太早 就是在日本的話很早就有Felica 那Felica是屬於Sony的 所以呢其實這個部分Payment的部分呢 其實在很早很早就是有規劃了 那Sony Mobile在全球的這個市場是做怎麼樣行動支付的規劃呢 其實呢我們的行動支付呢 目前就是用全球都可以採行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其實這個行動支付的投入的部分 其實我們非常的早就開始參與 那現在目前現行的主流呢 就是要支援NFC 首先第一個NFC 第二個呢要支援HCE 就是這個雲端的這個行動支付的部分 第三個要拿到Master跟Visa的認證 那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Sony Mobile從2013年的手機 其實就已經做好 是從當年就是上市之前 就已經做進去給大家 也許事隔四年 事隔四年 大家以為是現在透過軟體升級才做 不是 其實這梗已經埋了四年 這四年來Sony Mobile在台灣的工程師們 每一次新產品上市之前 都把這些事情做好 就算是沒有人在搭理行動支付這件事情 但是呢這四年來一共已經有 2017年以前就有28款 那麼在今年 2017年新推出的四款產品 包含了XA1 XZS XA1 Ultra跟XZ Premium的部分 這四款也一樣會加入這個行動支付的行列 所以總計Sony Mobile會有32款手機呢 讓大家就是可以支援這個行動支付 那也讓我花一點時間介紹一下 就是說在行動支付的這塊領域上面 如果是走這個條碼或QR Code 是什麼手機都支援 當然Xperia手機也支援 那麼呢走NFC Payment 就是感應式支付的部分 那我們之前呢其實就已經跟 就是台灣行動支付 就是台灣Pay 就是TWallet Plus的部分 就是已經合作 大家Xperia的User呢 其實就可以下載這個TWallet家 那麼今年的新手機 也有預載了這個TWallet家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直接打開就可以使用 搭配了你的信用卡 就可以直接做線上支付 那麼緊接著呢 台灣很快就會有在Android陣營上面的 另外一個Payment 那由於呢 由於他們還沒有宣布 但是呢我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Sony Mobile是無異不語 無異不語 所以呢我們呢 其實在這個領域已經琢磨很久 該做的測試工作絕對不會少 不會讓Xperia的User 孤單的遺落在外 所以呢32款的那個Android手機的 就Xperia手機的使用者 請你準備好你的手機 我們隨時都跟大家在一起 就未來Android Pay開通的話 就是Sony的32款手機也可以 就同步支援了 其實在這個之前我沒有辦法 代替Google宣布 要由Google來宣布 你說未來就會被上路的話 好就是 好就是可能 最近Google在辦Google I.O.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宣布這件事情 台灣時間五月十八號 所以這幾天我會 對 對我會 我晚上會看他的Kino 我會熬夜看他的Kino寫篇報道 請大家明天早上起來多多捧場 好 那真的是兩位晚上還有活動 所以我們要先放他們去休息吃飯了 從早上一直講到現在 那如果就是大家還有什麼沒有回答到 或者是有突然想到的問題 你可以在01的文章上面留言 好 那之後測試的話 我盡量就是可以測試得到可以回答的 所以我就盡量再幫大家回答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